李世民杀光了自己所有的侄子,却留下了所有的侄女,真相是什么? 玄武门之变后,赢得最终胜利的李世民,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也就是他的侄子们,全部处死。 这种做法虽然很辣,但处自帝王之手,其实并不罕见。 不过,李世民另外一个决定,又非常引人注意,他处死所有的侄子以后,却没杀任何一个侄女,将他们全部都留了下来。 李世民这么做的真相是什么?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答案是,李世民留着这些侄女确实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们还有大用处。 首先给大家简要讲解一下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可以算得上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位争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政变了。 千古一帝李世民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扮演着一个极为不光彩的角色,也可以说他的上位充满着血腥。 武德九年,即公元六百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长安皇宫玄武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并逼迫李元退位,使称玄武门之变。 李元让位前,让李世民答应自己,一定要放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所有的子女。 不可再造杀戮,李世民也满口答应,但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却以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故事劝见李世民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简单讲解一下淮南王刘安的故事。 原来这淮南王刘安是历王刘长的儿子,也是刘邦的亲孙子,因刘长造反失败,被汉文帝刘恒流放到边疆。 后来,汉文帝顾及兄弟情义,便没有处置刘长的儿子刘安,让刘安继承了刘长的爵位和领地,又封为淮南王。 可没想到,刘安非但不感激汉文帝,反而带兵谋反,虽没有成功,但也给汉文帝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李世民最终痛下杀心,传下圣旨,将这十个侄子全部杀死,对兄弟们的后代斩草除根,并从宗族中除名。 就这样,李建成和李元吉所有的儿子共计十人,全部被李世民杀死。 结果,李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孙子们,全被杀后痛哭流泪,万分伤悲中对李世民撂下一句狠话, 辱杀吴子孙,他日如子孙,亦父如此。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残杀了我的子孙,将来你的子孙也会有如此的下场。 在这里,百味跟大家说点题外话,其实,当时的李世民并没有将父亲这句话放在心上, 却不料多年以后,这十四个字竟全部应验到自己的身上。 李世民一生月女无数,总共生有十四个儿子, 其中除第九子唐高宗李志和十三子赵王李福外, 竟有十二人不得善终,其中有三人夭折,六人死于非命, 还有三人被流放幽闭,也可谓惨不忍睹。 其实,晚年的李世民也很后悔当年的血腥杀戮, 害怕同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的儿子当中。 为了避免同样的杀戮发生。 李世民最终选择了懦弱无能的李志继承皇位, 但最终他的儿子们还是大部分以悲剧结尾,真让人唏嘘。 我想,这终究还是轮回报应吧。 倘若李世民知道自己的儿子也会有这样的结局, 当初会不会对自己的十个侄子手下留情呢?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咱们话归正题。 据历史记载中,李世民残忍地屠杀了自己十个侄子, 却没有处决任何一个侄女,相反的还对他们非常好。 难道这李世民对这些侄女还有什么非分之想不成? 太子李建成共有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 除了长子李承宗以夭折,只剩下五个儿子, 其王李元吉有五个儿子六个女儿。 李世民的十个侄子分别是, 李建成之子,安禄王李承道, 和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迅, 汝南王李承明,巨禄王李承邑。 李元吉之子,梁骏王李承邑, 于阳王李承鸾,浦安王李承蒋, 江夏王李承邑,义阳王李承渡。 这些侄子按年龄来看, 年长者不过弱贯, 年幼者也都尚在强保之中。 李世民不仅杀死两个兄弟, 还毫不留情地杀光了十个侄子。 而且还将他们从宗族中除名, 这手段的确是很残忍的。 相反的, 李世民却放过了自己的那些侄女, 还十分善待他们, 不仅保留着宗室女待遇, 而且还封他们做了县主, 享受着荣华富贵, 到最后还给他们都嫁了个好婆家。 李世民的十一个侄女分别是, 李建成共有五个女儿, 长女李氏, 次女文喜县主李婉顺, 舞女归得县主。 不知为什么, 由于史料缺失, 这五个人的详细情况并不全, 只留下了次女和舞女的一些资料, 其他三个女儿的信息资料皆不全。 李元吉的六个女儿中, 有一女没有信息, 其他五人也都得到了李世民的封赏, 他们分别被封为新野县主, 合静县主, 寿春县主, 文安县主和归人县主。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 有人说李世民乃是好色之徒, 就连仇人的女儿, 弟弟的老婆, 堂兄的小妾等等, 统统收入后宫, 拥入怀中, 说李世民完全也有可能, 等这些侄女再长大一些, 再全部纳入后宫, 拥为己有。 百味认为, 这种分析也不无道理, 因为毕竟李元吉那貌美如花的杨妃, 都被李世民纳入了后宫, 而且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曹王李明。 至于李世民, 为何没有将这些侄女们, 一并纳入后宫, 我想也并不是李世民怀有君子之心, 而是他们年龄都太小, 如果再稍大一些, 那就不好说了。 作为千古一帝的李世民, 杀法果断, 深谋远虑, 发动玄武门之变后, 除掉十个侄子, 是政治需要, 而留下的所有侄女, 亦是政治需要, 接下来就给朋友们讲解一下, 这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 政治斗争的主角永远都是男人, 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 威胁性不大, 所以历朝历代都很少杀掉女眷。 具体到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既然已经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及其十个儿子, 已经做到了斩草除根了, 他的皇位也算是坐稳了, 就没必要再继续扩大伤害面了。 第二, 李世民并不是个喜欢滥杀的人, 他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仁慈的, 杀兄弟侄子都是迫不得已之事, 就没有必要再杀他们的女眷了。 据历史记载, 郑观音和杨氏都是性格温良之人, 也没有参与政治斗争, 所以李世民没必要将他们也杀掉。 而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女儿们, 年纪最大的也不过十一岁, 李世民如果连这些小女孩都杀掉, 那未免也太凶残了, 也是作为帝王不自信的表现。 第三, 李世民不杀女眷, 有安抚人心的意图。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后, 许多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纷纷逃命, 他们害怕遭到李世民的清算, 但李世民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不希望将事态扩大, 所以他得拿出一些举动来表明自己的心意, 而宽恕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女眷, 就是个不错的办法。 就比如说, 齐王府副护军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之后, 就跑到山里边躲着不出来, 李世民几次派人去请他, 他也无动于衷。 后来, 薛万彻听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女眷都被善待, 魏征等人也受到了李世民重用, 他的顾虑这才打消, 最终接受了李世民的邀请, 后来还成为了一名郑桓宇的大将军。 第四, 不杀女眷, 是因为李世民有私心, 他爱上了杨氏。 关于杨氏的记载, 历史上并不多, 但我们可以肯定, 李世民很爱他, 两人后来不但有一个儿子李明, 李世民甚至还差点立杨氏为皇后, 只不过被魏征被阻止了。 李世民之所以爱上杨氏, 或许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或许是因为他品德高尚, 才华出众。 不管怎么说, 李世民确实将杨氏变成了自己的情人, 为了掩人耳目, 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没有给他任何名分。 因为没有名分, 所以杨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还受到了世人的鄙视, 甚至有人为了维护李世民的形象, 将他说成是浪荡之人,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因为想要得到杨氏, 所以李世民就要耍点手段了, 那就是将李源吉的女儿揭入宫中, 再让杨氏入宫养育他们, 这样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既然李世民不杀杨氏和李源吉的女儿了, 那么郑观音和李建成的女儿们也就不能杀了, 不然也很容易暴露他的意图。 第五, 李建成和李源吉的女儿, 对于李世民来说, 还是可以拿来利用一下的。 我以李建成的子女李婉顺来举例说明, 李婉顺出生于623年, 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前三年, 玄武门之变之后, 李婉顺也被削去了踪迹, 跟着母亲郑观音一起在宫外生活。 据记载, 李婉顺十分有才华, 但他作为罪人的子女, 所以他不敢展示自己, 而是将自己的才华隐藏起来。 贞观十三年, 十七岁的李婉顺被李世民封为文喜县主, 并将他嫁给通事社人刘英道。 刘英道是个贵族子弟, 其父是唐朝大功臣吏部侍郎刘林府, 所以李世民将李婉顺嫁给刘英道的意图, 其实很明确, 那就是加强皇室跟大臣的政治联姻, 也是在向世人展示自己实施人证的决心。 李建成和李源吉的其他女儿, 其人生遭遇也大多如此, 都被封为了县主, 然后被李世民嫁给大臣之子, 以此来加强政治联姻。 就比如说, 何敬县主嫁给了隋朝大臣薛道衡的孙子薛元朝, 文安县主嫁给了告密公主和断伦之子断眼, 归人县主嫁给了天水的名门大族长道竣工僵士的第二子, 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联姻。 当然了, 李世民这个做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 而是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发展, 才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李世民将所有的侄女都进行了政治联姻, 利用他们拉拢人心。 李世民虽然争夺皇位的手段饱受争议, 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其适合做帝王的人。 无论是对人性的拿捏, 还是对大局的把控, 他都做到了理性处理的地步。 仅仅从他对待侄子和侄女的不同做法, 就能感受到他的心机之深, 谋虑之远, 似乎李世民可以将身边每一个人的价值, 全都利用到极限, 最终帮助他成就地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